她被朗朗读宠四年却输给吉娜 提起朗朗,大家应该都非常熟悉 她曾经无数次在比赛中为国争光 而她能有今天的成就和她的努力付出是离不开的 相信很多学艺术的女孩子对她都没有什么抵抗力 这其中也包括朗朗的前女友龚新亮 来自清华的高材生 毕业之后去往剑桥深造 主攻方向是金融专业 妥妥的白富美 由于女方身处在娱乐圈 所以两个人的感情也算是人尽皆知 龚新亮刚出道凭借妩媚性感的颜值 以及火辣恶奴的身材 搭配着相对扎实的演技 让她圈粉无数 而朗朗被她吸引住了目光 由于朗朗父母的反对 两人的感情维持了四年之久 最后还是无疾而终了 如今32岁的龚新亮 看上去跟年轻时候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何其那就更不具可比较性 很多网友直言是整容留下的后遇症 而朗朗收获了幸福的爱情 和妻子金娜还生下一个儿子 对比还挺让人唏嘘的 希望龚新亮早日找到自己的真爱吧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留言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